高铁司机工资单,网友,一月顶我半年了。 高铁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出行的主要方式,毕竟飞机不是人人愿意去享受的,而快捷的高铁就成了人们出行的首选。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目前全国还没有专业的动车司机学校只有专业的铁路司机学校而一般人,如果想要成为一位高铁司机那么首先要报考铁路学校,然后选电力机车专业,然后毕业自然有人来找你。 像比较有名的西南交大,如果成绩不是很好没关系,还有很多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也一样有这些专业火车司机,很不容易。 老夜没年没节现在缺人,交路又紧有时候出去两天回家最多16个小时又得出去上班考高铁的话最快,都要五六年时间先考副司机一年半再考电力司机再两年考动车那么说了这么多难点。 这高铁司机的待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前不久,有司机曝光了自己的工资单上面工,资险是有一万多相信很多人看着都眼红,可是有些工人的一年的收入吃饮,难怪别人嫉妒不过,按照这个出勤这个工资是很合理的,但就是这样还是有网友表示这工资加补贴,一个月顶我三个月了还不算年终奖什么的。